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要来看到 真的是今天在立法院开议了 开议的当中呢 他们这句话讲得真好 搜游内阁全民受苦 无能政府下台道歉 而今天要来看最新的发展 你可以看到像是旺旺 像是味丹都中标了 还有刚刚连我们吃的 这个乖乖也中标了 像是呢用强罐油的五香乖乖 孔雀香酥脆 还有摩斯汉堡当中的米汉堡 以及桥麦屋 都是今天最新的发展 可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到底谁下台 内阁在九月会不会进行改组 而改组之后呢 谁要下台来负责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 像今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营建署长 闪辞的内幕 怎么会在这样子兵荒马乱之下 营建署长就辞职了 而我们特别发现内幕重重 他到底是谁的人马呢 叶士文下台之后 不是丁玉群 才接了九个月吗 怎么会这样子 他的模式又跟谁很像 又跟张显耀很像 说他是身体的状况 所以要辞职 还要告诉大家 今天有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邱文达 他把他的简讯送给了谁 送给了立委 结果就被大曝光出来 大曝光当中他里面骂谁 他除了骂的是绿营的地方政府 还骂了什么 骂了媒体在内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说 今天你看到阿基塞 他真的是跪下来 很多人是不舍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该贵的还有谁呢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要告诉大家的 真的是该贵的人不贵 ORZ 腰就是贵的这个意思 失忆体前驱 这个是台湾的这个说法 源自于日本的网站 像行文字 那比如说呢 你在这里这样子 或者说前面趴着 然后天啊 你为何对我这样 大家心疼的是阿基塞 你看阿基塞在上海 讲一讲 一下子跪下来说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绝对不掉泪 大家就说 真的是让人家很伤心啊 可是在伤心的同时 我们来看看 谁该来下跪 先看到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呢 叶匡时 叶匡时失言了 他说台湾啊 过于强调物价便宜了 叶匙子又好吃啦 所以出问题的几率大 所以人家就说 哎你穷人也是人啊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不解决政府失能 反而说是小民贪小便宜吗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 就是呢 连胜文 他说如果我有钱 有人就哭手 他说那一直玩兔女郎 一直玩兔女郎 那或者有人去推指 总之呢 在这当中就是一个笑 认为说呢 他的这个竞选广告 是不是让大家看到 真的是ORZ 还有看到真行幻觉情 就刚说呢 你看到 阿基斯贵了 贵了以后呢 昨天也贵的是谁 昨天也贵的 就是你看到的叶文祥 可是叶文祥呢 有人就说 他根本就是金宝运的 这个董事 而且呢 香港的工业油 他根本混入油槽当中 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金宝运的老板呢 刚刚已经在香港被抓了 那我们再来看到呢 那我们再来看到呢 官员该不该ORZ 当然是这样子啊 马总统呢 在今天呢 可以说要接见国发会的青年团 可是说大家没有吃 马会帝上班时间 跑党务 他也没有致歉哦 不过真正致歉的 就是在今天开议当中 江仪化 他是两度表达歉意 可是我们注意到哦 就是罗淑雷跑去问说 问江仪化说 邱文达有没有错了 江仪化就这样子 指邱文达在那边 有人说呢 江仪化 想要把邱文达换下来 换不下来 邱文达是马总统的人 可是江仪化 因为这样子 跟马英九总统 是不是有所谓的 所谓的马江情节呢 好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该下台的 大家口口蛋 没想到 怎么会跟营建署有关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 今天立院开议 大家在讲石油的问题的时候呢 营建署长半夜闪辞 有什么内幕呢 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哦 有个是半年啦 半年 早晨的时候中央社 就是说年初上任的 营建署长的丁玉群 因为健康因素 希望能够调整职务 行政院已经核定 转任行政院顾问 那这整个交友 交通部的铁工局长 曾大人 你知道曾大人是谁吗 曾大人不是当时 高速公路ETC搞乱七八糟 下台 下台果真符合了 我们在台湾说 你关越烂越会升关吗 那你来看到 昨天更吊诡 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张显耀的翻版 昨天白天的时候 是由内政部长陈威元去找他肯谈 到营建署找他肯谈 那如果人家要请辞 你找他肯谈干嘛呢 结果昨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呢 就有消息出来 那第一时间记者求证定义群 他都说不讲 到了九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政院证实 然后他就关机了 真的是非常奇怪 再来看奇怪 我们来看这个换人的阴谋论 有人就说呢 是不是叶士文啊 他才退休 营建署玄切七个月 那个时候呢 李鸿元要找的就是丁玉群 可是江仪化要找的是 他自己的人是张衡 那现在是不是江仪化 想要用他自己的人呢 可是我们再来看 你再怎么样 这个曾大人 曾大人呢 他是伯克来的土木博士 铁工局长 高工局长 可是ETC都处理不好 你能够升任吗 你是毛治国的人吗 还是所谓交通帮的人 那现在我们来看到 大家就说 这个很多事情下来 我们一个堂堂的内阁 怎么可以这样子 丁玉群 他没有办法接国土署长了 上任不到八个月 但是他在2008年时候 被重用都发局 跟双子星案 有没有相关联 可是理由都是所谓的 肝癌二期 我们看到这些 大家有没有看到的 黑箱在哪里 政府内阁的大改组 到底在哪里 9月这个搜内阁 要进行改组 我们来看到 今天的新闻重点 今天第一波看到的是 营建署长 丁玉群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的 可能下一波的 包括了 就是现在要为您点名 整个的卫福部 都有人要下台 还要来看到的呢 就是在这当中 旺旺未单 整个风暴起来 我们的新闻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整个世界的发展 真的是旺旺未单都中了 食品王国全境大扩散 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台湾 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是幸免 先从这里来看 这个地方呢 是在早上9点半的时候 请圣颖大哥抓这一块 他是在这个杀戮 杀戮场 台中杀戮场是未单 9点半的时候未单呢 然后有两款泡面 有五包都是中 而且呢是16万箱 我们再来看到旺旺在哪里 旺旺在这个地方 旺旺这里呢 9项的卷心酥 11点茶也都是中标 还有宜兰的义丰 葱油饼 还有义德食品的观光工厂 这是我们看到的发展 可是我们刚刚也知道了 这一连串的内容 大家呢要来道歉的是谁 结果真的 第一个道歉的 就是牛头牌当中 红葱油的阿基斯 阿基斯人在哪里 他在上海内 现在大家都说 怎么搞得官员自欠 就这么的这样子 阿基斯是崩崩一下 跪下来 你看到阿基斯怎么讲 他说 希望大家继续相信我 支持我 然后呢 他说他跪着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然后他突然的下跪 然后再来看到呢 突然下跪之后呢 他也哽咽 他说 我觉得不掉眼泪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我们全台湾的朋友 遇到这样不幸的事件 我不会推脱 然后你他说 我不会因为这样子的小不幸 就说这个台湾到底怎么了 台湾还是很棒的 其实这句话听了我们非常的感动 记者就说 阿基斯其实你不用做到这个样子了 但是他说 我觉得这样子做是对的了 说话算话 阿基斯是真男人 那我们再往这里攀过来 你看看在台湾的这个部分 台南的好第一食品公司呢 今天可以说呢 是被卫生局去看嘛 看了以后呢 结果他们当然就是红葱肉燥要来下架 下架以后 他们今天也道歉 他说我们真的不忍心 真的对阿基斯抱歉 真的应该道歉的是 我们业者跟还有阿基斯 还有全国的消费者来道歉 我们看到这个 那我们来看看阿基斯 今天这样子绷绷跪下来 我们要问的是 其实在今天有一个人 更应该道歉 但是他们就算跪在那里 也没有人会理呀 谁呀 当然就是邱文达门 我们的报道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绝不掉眼泪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我们所有全台湾的民众朋友 这么样的一个不幸的事情呢 那其实没有任何怨言 我不会推脱 其实台湾还是很棒 希望大家 总是有那么一个 小挫折了 大家就当时给自己学习吧 那以后我自己这边呢 我还会更努力的 去督促自己 不好意思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有亏大家 不好意思 好我们再看到这一点 那么大家说呢 整个事件的发展会如何 来请导播带到这个标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的主轴 就是一下子大家吃的东西 像是呢 旺旺啦 像是刚刚说乖乖都有问题了 那这样子一个内容 到底谁要下台来负责呢 我们今天先看到 刚刚一个最新的内容 这整个的部分 已经是食品王国全境扩散 怎么说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 魏丹旺旺之外 另外再往南看 你看到在这里 台南的黑桥牌也中了 台南黑桥牌也中了 再过来这边 Seven小七的三鲜烧卖 五颗桩 那么高雄空除 高雄说现在呢 所谓的强罐有24种的 这个所谓的油 对不对 然后全台湾有78家 78家有18家就在高雄 所以非常严重 还有再来就是五目拉面 也中了 五款有自有的这个产品 好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就来看 刚刚说到底高雄的状况是如何 我们现在就来看到 乖乖的这个部分 在今天被查出来 乖乖的强罐的金猪油有使用 所以乖乖跟孔雀 香酥脆这些口味 在今天呢 都已经要下架回收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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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的猪油的品项 全部都停止而且下降 强冠12号新增下架的24项油品 高雄卫生局清查后发现 强冠的下游经销商全台总共有78家 高雄就占了18家 其中13家先前已经通报使用全桶香猪油 另外我家是用到金青芳油 分别已经查扣15公斤装的全桶香猪油 总共有3536桶 以及18公斤装的金青芳油有783桶 第一波的那些原料商 对那可能还要往下去延伸看看 是不是他们还要提供给一些餐饮业者 还是什么业者去制造产品 78家只是第一层通路 下游又卖到全台多少家摊商 目前食药署正在统计中 但恐怕将有成千上万的商家受害 食药署已经下令今年3月前 曾经使用这些猪油的所有业者 必须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 自主通报卫生局并下架回收 否则将依法开罚3万到300万元 记者综合报导 大家看到了今天呢 大家说阿基斯也是真男人 架杠的这个英雄 因为要跪下来 他们说这么多的官员都没人跪 稍等又看到交通部长叶匡时 还在那边量量说 谁叫你要去吃夜市吗 夜市大家贪便宜 这样那个感觉 大家觉得说 那我们的官员到底是脑残 还是怎么回事 所以今天年代晚报 要赠送大家的一个内容就是 现在我们就来倒数点名 到底谁要下台 我为什么把邱文打摆第三个 不是我认为他不该下台 我认为他最该下台 可是他的关系 他的北区修行啊 所以我们来看到 九月内阁架杂主 会来下台的应该就是 食药署长叶民工 No.1 为什么他No.1 他不但失言之外呢 而且连让我们台湾人 当了六年的猪都不知道 香港告诉我们还打食药署的脸 他要下台 第二个就是环保署长 魏国燕 说什么 我一生下来 就是要为了接环保署长而准备 结果你上任半年出国三次 你也帮帮忙 再来看到的 卫福部长邱文达 你实在是 大家有个外号说 他是躲避球队的队长 因为他怎么样都没有问题 而且他说 我真的是日以继夜夜以治日 我的眼睛都红了 我真的觉得说有这么的严重吗 然后你现在现身了 你都不用道歉 你也不用觉得怎么样 反正惨的死的就是下游 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在立法院 立法院今天开议了 立法委员有用吗 有人说 邱文达有关关公司 立法委员按来得很好 你看立院怒火烧 杯葛将一化的报告 那你能看到在今天 算是第八届第六会期 9月12号 今天正式开议 我们注目一下这里 看一下翁金兵 八点半的时候 从异常正门进来 将一化是在八点五十分的时候 从侧门坐车进来 两个人没有碰到 可是你可以看到 昨天已经非常迷惑 所以在今天大家说 将一化会不会上不了台 不会 他盗窃了 他上得了台 十点半的时候 在野立委全部上去占据 就是说时不安内阁 要求道歉 那王近平就说 我们议事暂停 然后进行协商 协商之后 甚至柯建民说 将一化领导无方 邱文达评出问题 都该下台 十点半的时候 在野杯格组他报告 十二点的时候协商结束 十二点半将一化 上台道歉 他说两年三起 石安事件 他代表政府向国人 表达最沉痛的歉意 那么下午两点半 他又再次上台 而且呢 他也再次的道歉 可是我们来看看 这个红眼部长 他眼睛真的红了 他呢 今天在议会 一开始之前 他就说 强贯新增二十四个产品 必须在近日晚上 十二时之前 主动通知卫生局下降 否则开罚三百万 但是我们要讲 他代血丝神情疲惫 可是呢 我们要说的三百万 三百万 我跟你说 三百万 我跟你说 三百万 最高罚款三百万 连一台宾室都不止 而且你来看看 这次我们找到 靖威 他那个儿子的保时捷 三百万以上 然后呢 郭列臣 他的勉儒 也是两百一十万 今天三百万 所以你说罚三百万 没人在怕 今天还有个新发展 就是说 段仪康又出来爆料 鼎星也被卷入 他说我们台湾的食品厂 从香港进这个牛油 进来以后呢 不单纯有七家公司 当中点了一个正义食品 正义食品 就是鼎星下面的 它有很多的 知名的油品 像是饱素灾等等 不过鼎星 刚刚就声明说 我们进的油 是人可以食用的 好 讲到这个 那我们来看 那今天在宜兰 烧到宜兰 到底旺旺的状况是如何 我们在宜兰的报道 其实这回旺旺被查到的问题食品 一共有九种产品中标 包括夹心酥卷 香炒咖啡 还有草莓口味 还有日式煎卷澎湃包 早在九月五号 商品曾经预防性下架 没想到躲过全桶香猪油 却是用了客制化的强灌猪油 南逃搜水油风暴 记者李建和宜兰报道 而我们在看到呢 在今天大家说呢 一连串的混乱之下 那么内阁改组 到底什么时候要进行 不过呢 大家很好奇的 这个我们政府啊 到底要把官员换下来 是用什么样的模式 好像就所谓的医院政治学 尤其是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 今天啊 真的是惊爆星期五 立法院的开议 立法院开议 今天最重要 就是食安的议题 结果要让他们下台的 全部喊来喊去 都没下台的消息 但是在行政院 你看行政院呢 今天啊 他是道歉了两次 可是呢 主妇联盟就在外面 而且呛说 你要面油思过 可是我们的政府 真的能够解决吗 这在昨天 就是我们的营建署署长 他就是闪辞了 营建署署长闪辞 你可以看到 在9点45分的时候 中央社昨天晚上发布 因为呢 就是丁玉群 他是健康因素 希望调整职务 行政院已经转任 行政院顾问 然后呢 营建署交由交通部 铁工局长 曾大人接任 可是我们来看这个疑点 就是呢 昨天白天的时候 是内政部长 陈维伟找他 但是我们刚刚就讲到说 为什么第一时间 他要否认 结果9点45分呢 政院证实 所以丁玉群 是不是吃了什么闷亏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他的时间 他真的是一个短命的 所谓的营建署长 丁玉群 可是问题是 我就在想 他到底涉及什么相关的 可能的 我们连接到 比如说呢 2008年的时候呢 他那个时候是 郝龙斌重用 他是都发局局长 所以双子星案 跟他有没有关联 另一方面 再来看到 叶世文是他的前任 所以相关的 合一住宅案 这些弊案 是不是有关联呢 那年代晚报 更要跟大家来报告的 我们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我早上看到这个新闻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怎么会是找大人哥来接呢 就是他不是ETC爆烂 被轰下台的高工局长 曾大人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曾大人的这个资料 你可以看到 曾大人 这个我们导出 当时的这个资料 ETC合约 他不是跟我们说 不能够解约 不能够解约 结果被人家曝光说 根本可以解约嘛 你根本在搞什么 叶框石跟曾大人嘛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所以曾大人那个时候就说 我这样子 是不是有涉及到毒职 他就自行处分 那个时候高工局长 曾大人自行处分 不过呢 他就调到铁工局长 所以没有差别啊 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 就是到底 这个丁鼠长的下台啊 是不是我们的内阁 趁大家在食安大乱的时候 要砍掉什么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幕 我们的报道 总统也好 院长也好 我们将来用人方面 行政手在得人 我们真的要考虑到 历练非常的重要 未来我们人事的布局上面 一定会出以委员的 这一个建议 用人这门大学问 马政府总是抓不准 但立委的忧心忡忡 江一华听见了吗 我也希望我们各部会首长 不要轻言下台 特别是在11月29号以前 希望我们执政团队啊 能够把各部会的整个政绩呢 能够带动起来 选战快到了 但中央时政像是扯后腿 老是出包 身为行政院最高首长的江一华 怎能不着急 邱文达应该负责吗 最新官位不保的 恐怕是卫府部长邱文达 但在这之前 江内阁19个月 换了18位部会首长 营建署长丁玉群 11号晚今也跟着辞官 理由是健康因素 但当初丁玉群是前内政部长 李鸿元力挺 如今部长都换人了 江一华当然要找自己人 这次换人前 还传出内政部长陈薇仁 先出现在营建署 甚至连丁玉群第一时间 都不知道自己将被撤换 看来是江奎亲自出手 主导安排 也借记巩固自己的板底 今今2016 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话要讲 向委员报告 这件事情完全不在我的思考之中 尽管邓玉群的愿望 最后失败了 但江一华想更上层楼 恐怕真的要先想办法 让内阁别再出包 好 各位观众 我们为大家来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现在好像评检 非常的积极起来了 刚有关于搜游案的这个部分 他又提讯了郭烈成 而且也再传了叶文祥来询问 可是很多人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很多人要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九月怒火 真的是非常的火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叶文祥 他在昨天 难怪这样子一个跪了以后 你不用收压他吗 你可以让他在外面爬爬灶吗 还有郭烈成到底还有哪些油呢 我们政府能不能够堵得住呢 好 你再看到在今天 还有什么新闻啊 大家告诉大家 真的是台风会来吗 周末有台风 永和又发生了一个离奇疑似纵火事件 不幸的油漆店的老板死亡 实在是很可怜 这就是公安的问题嘛 你看这个就是凌晨两点钟 已经形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 那到底形成台风 它的路径是菲律宾向西 过旅送岛到南海 金明会转第15号台风海鸥 可能会直接铺台的几率是相当低 但是会不会下雨 大家会瞩目 今天天气已经阴阴的嘛 可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说凌晨四五点 是最好睡的时候 结果呢 在永和这个老公寓当中 就疑似有人纵火 所以今天我们同事上班 如果从这个成功路一段 是火警的地方 所以符合桥都大塞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就是永和凌晨的五点钟 五楼公寓起火 结果造成一死二死伤 那它的二楼当中很多就是租屋的学生 现在都没地方住 你看看这个火场的陷阱 成功路一段 那大火烧了大概八户 有二十户遭到了波及 不过呢 波及是一件事 我们要想想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看53部的机车都烧毁 其实机车停在几楼 是非常的危险 疑似就是油漆行外面的机车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里有监视器 4点57分拍到一个可疑人士 好像呢 恐惊恐惊 这样酒醉走路摇晃 他是不是嫌犯呢 要来了解 可是很难过的就是呢 这个50岁的油漆行老板 蔡明富 他平常没有睡在这里 这天刚好就在这个店里面 没想到他就被烧死 所以消防人员说 可能是遭到纵火 索性早起的住户 主动呼叫逃生 来降低整个的伤亡 可是我们还来看到这一点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今天来看看 今天这个火警的现场 还是提醒大家 要特别的小心火烛 只不过究竟是为什么 这么早 骑楼的机车会突然起火 监视器画面曝光了 早上4点多 这名走路亮相的男子 警方将他列入可疑对象 警方调阅附近的监视器 把时间倒转到起火前 还有纵火后 过滤可疑的人士 希望能够锁定纵火的嫌犯 而这起火警 造成一个人死亡 26个人受伤 七栋民宅受到波及 烧毁53部机车 眼看有家归不得 受灾户能抢救多少是多少 就是比较重要的防地气 然后一些黄金 其他已经没 那个钱已经烧了 家已经变成了一团黑炭 他们要知道的是 究竟是谁 什么理由 要破坏他们能够牺牲的地方 记者应同林伟伦 SNG小组 新美市蔡文报道 其实我们在过去小时候 看到这个走廊骑楼 很多都会有那个机车停下来 但是现在其实 如果以公安来讲 这是非常危险 因为如果有人恶意纵火 纵火一定就是烧过去 如果不是恶意纵火 也是非常的危险 这未来可能要来研究 今天呢 这个朱立伦就讲说 要来严正的调查 也要检讨老旧公寓的问题 不话说回来 我们在想说 当然今天呢 这个刚刚讲 阿基斯他讲的这个话 让我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特别做了这个纸板 特别强调他说的话 他说其实这是一个小不幸 然后呢 希望呢 大家还是要觉得 台湾还是很棒的 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说 我自己的心胸 怎么没有他这么宽大 我一看到这个食安 我都觉得说 搞什么嘛 弄成这样子 但是阿基斯这样讲 相对的 他说要政府给他一个公道 要政府给他一个公道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 现在我们的内阁 我们的卫福部 在演的是一个什么 史上最恶的大烂戏 什么大烂戏呢 我真的觉得很像是 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 我妈妈说 那时候我还在他肚子里的时候 他就有看 所以我这印象太深刻了 梁祝里面不是后来 他们一个要化作蝴蝶要死了吗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 他是谁 他就是秋英台 我日以继夜 夜以继日 蚂蚂蚂蚂 他是想眼睛都红了 然后呢 叶山伯 叶文祥 他说我生不如死 我心如刀割 我如果可以死也怎样 你说是不是很像在演梁祝 然后呢 在这里旁边有一只 说全台湾唯一的一只 戴奥鸭 他说是呆头鹅 梁祝里面说 你是只呆头鹅 有没有呆头鹅 我还记得这个 那他就怕戴奥心 那最后不是说 要羽化成蝴蝶成仙吗 旁边就有一只猪说 我做了六年的猪 我真的现在可以变蝴蝶了 所以大家就说 现在到底是要怎么样呢 那我们看到 其实官员这样 其他的人也是一样的概念吗 就是像我们的政府里面 是不是在心里都觉得 食安没什么 因为马中文到现在 也没说什么话 他过去也说 只会伤心 不会伤身嘛 可是今天呢 叶框石失言了 所以我们要为夜市来喊冤 为什么为夜市来喊冤 夜市是很好吃 我不是说吃夜市 就表示说我是贪小便宜 不是这样子 夜市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嘛 对不对 八八夜市不是鸡排英雄 也是这样子吗 你看他失言 他没有管好 却骂大家是贪便宜吗 他在这里面 其实原酒是什么 就是当时自由作家刘克湘 他在2012年9月29号的时候 有投书 他就说 我想吃便宜的卤肉饭 像是胡须章 涨了那么多钱 我生气了好几天 卤肉饭来自劳动阶层 来自最卑微 只求温饱的地方 你把它弄那么贵干嘛 结果没想到 在这里面 他打错了 不是2012这里是2014 他就是在9月11号的时候 夜匡时他说话了 他说明年千万旅客来台 很想写信给刘克湘 我很少推广夜市 又好吃又便宜的东西 出问题几率很大 而且附加价值很低 是表示说夜市东西一碗几十块 你赚不了什么钱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刘克湘就很生气 他说很多知名的厂商 他卖的不便宜也中标 台湾食安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业者的良心跟政府的管理 这句话我给你一百个赞 讲得太好了 那刘文雄也说了 你这个夜匡时不可理喻 病入高荒无可救药 穷人也是人 就在你脚下吗 你谁说想吃天边的路边摊 谁想天天吃路边摊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到 这里面 有人就讽刺他 你有钱去吃小故宫啊 你当时跟神老的董作 不是有在小故宫里面 不然你怎么会质疑百元滷肉饭 你是不是合不食肉迷 讲到这个 我们跟大家讲 要为我们的夜市来喊一下冤 里家的小夜市 我们听过说 吃夜市有什么没错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 这就是夜匡时 净净吃 他都没吃夜市 他跟夜市文同样 都吃很高级 那时不是豪华生日宴 他说要拼经济 然后你看吃的是什么 这一桌八千块 一桌八千块起跳的 极品宣的生日宴 你当然不会吃夜市啊 好 我们再来看到政府 今天又来跟我们 呼隆一个英文的东西 GMP不是说民调来决定 要不要有GMP吗 当然呢 大家还是存疑 那现在政府就推出一个说 我给你一个GHP如何 那什么是GHP呢 你看这是今天旺旺中时的民调 GMP笑不出来 要不要废 认为要修正保留 占了48.5% 那所以大家就说 那你GMP现在 如果废掉 那很多肥猫不就不见了吗 那GHP又是什么 好你看一下 GMP呢 就是原来GMP的笑脸 食品良好作业规范 GHP它就是 就是讲说 食品良好卫生规范 一个是作业 一个是卫生 我觉得卫生当然很重要 那以前怎么会用作业很奇怪 而且以前是 业者自主参加 议美拒绝 议美很赞 现在还没有出包 但是呢这里呢 他说就是强制的 政府要强制6000多家来进入 但是如果有罚款 也是不多嘛 3到15万 对不对 这个呢只是取消认证 所以你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嘛 那卫生署长邱文达说 我要修法最高达到15年 人家将一话就瞪你 昨天就在这个 他们的行政院会瞪你 电你 就说你不要拿这个修法 没有完成就来做呼隆啊 而且台湾再怎么种 也比不上大陆的 卖地沟油死刑还要种 不是吗 讲到这个 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今天又出包的 包括了什么 今天一个大厂 我们刚刚说 像是这个乖乖嘛 旺旺也看了嘛 现在我们来看看 魏丹他的泡面 魏丹公司表示 包含美味小铺系列 和台湾好味系列的 牛肉汤面和海鲜汤面 包含带装和碗装的泡面 里头的酱油包 有用到强贯公司的 金珠油散装 以油罐车载运来调制的 副总公开举功道歉 在这边深深立己功 跟我们的消费大众 来做致歉 抱歉 消费者的退后 我们原则上 现在即刻就可以办理 我们有我们的经销网络 这个我们会公布 我们是可以推货到 十月底 他们进了大约七十顿左右 那四十三顿 已经做成五款 四款泡面 跟一款碗面的成品 那另外有 二十七顿做成半成品 魏丹公司表示 总共生产十七万三千箱 卖出了十五万九千八百六十五箱 库存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箱 包含剩余的油 还有成品半成品 全都回收封存 等待销毁 本来魏丹公司都是自己生产猪油 除了不够用时 才向全台猪油最大供应商 强贯公司购买 不料因此受到拖累 记者谢谢中章之源 台中报导 好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选战 已经倒数到七十九天了 面对食安的问题 今天我们看到 钱都出来 钱是什么 阿罗淑雷就说磕皮的事情 对不对 今天又有人跳出来 就是段仪康 他讲的是连胜文的家族 说什么用基金会 买别墅的这个部分 可是大家可以感受到 这当中表面上是这样子对打 那私底下的内幕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真的是段仪康 是为连胜文的爸爸 打罗淑雷 要救科匹吗 好这个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段仪康的脸书内容 那我们为大家整理 他爆出来的内容就是说 为什么扯到连战 我们从这一块来看到 他就讲 1993年的时候 连战是当行政院长 然后1993年的六月的时候 有一个连镇东基金会 用了8920万 买了大西的一个别墅 那他说那个时候 基金会的董事长是连战 然后到93年10月的时候 那时候赵绍康还举发 那个时候赵绍康是新党的立委 然后到89年的时候 你看在这当中 他可以说连战选总统 然后这里面 我觉得他这个数字 应该是打错了 不可能是1989年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路 是一直往这边走过来的 就是连战选总统 基金会卖别墅给连战个人 那时候他要选总统嘛 选总统嘛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他干脆就是说 我卸任基金会的董作 然后基金会就把别墅 卖给他了 这个逻辑是这样子 而且好像损失820万 就是段仪康的爆料 可是我们要看到段仪康说 科匹风波争议我很厌烦 可是连家 第一买东西不必付钱 第二不用缴地价房屋税 第三不必申报财产 他讲这个说 我搬张椅子 就等罗淑雷来评论 罗淑雷今天也冷处理 他说是连胜文要选 又不是连战要选 你报这个料干嘛 好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到 如果说我们看到 连镇连战家族 他们的基金会 当时连亚棠先生的 文教基金会 对不对 然后就说 有人就说 是不是没有缴遗产税呢 然后现在又成立了 连正东先生的文教基金会 那可以看到呢 这两个基金会 其实都是连芳宇女士 当董事长 然后连慧欣当执行长 那其他连家的公司 好像都是挂在这当中 这个地址 就是在台北市安和路 一段这个地方 不过呢 我们要看到 蔡正元坚说了 还有基金会本身 就是连家捐助成立嘛 那我 我这个资产增值 有什么不对 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而且我们看到 这真的扯到上一带去了 那罗淑雷的部分呢 罗淑雷今天扯的是 柯P的妹妹 而且他说 你不止一次啊 你还有第二次啊 所以这整个的情形啊 罗淑雷他就讲了 然后呢 这个姚立明说 柯P的妹妹柯美兰 2008年申请 8万4千五百块 已经回捐了 然后罗淑雷今天再报 他说不止2008年啊 2003年就有了 而且那个MG149 只有台大外科病凡 能够用柯美兰 又不是这个外科医生 台大外科医生的 你不要说我是会计师哦 资料整理很厉害哦 结果今天还有个案外案 连阵营的顾问 吴医师据说也加入 这个MG149 然后连阵营声明说 吴医师是被迫加入 账户都是磕的军机处操弄 这个写得很酸哦 然后他说啊 就跟罗说明 不要扯到连 这好像又是 连胜文跟罗淑雷的切割 好我们就来看看呢 在这里面大家说 那为什么罗淑雷 要这样子来爆料呢 有人就说罗淑雷的选情 非常的激烈 两个女人的夹杀 因为呢 在这里面来自于 同党跟这个对党 像简余燕啊 简余燕以前是 中山大同区的议员 他可能也要选 这个中山大同区的立委 还有就是王鸿威 王鸿威呢 可能也会来转战这里 他们都会抢到罗淑雷的票 你调查局突然拿一张发票 问我说 你四年前买过一张 390块的塑胶 以下东西在哪里 我当场是愣住 我觉得是这样啦 柯文哲的唯人你知道 去问台大医生就知道 他说他的唯责呢 其实去问台大医生就知道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您知道吗 我们的总统跟行政院长 马江之间有心结之说 甚至还传出来说 当时江一话不去登玉山 是马总统给他斩断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还有今天出来的时报周刊 就讲到了江一话 去怎么垫这个红眼部长 也就是邱文达的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 邱文达狂发简讯给立委 结果私密的简讯大曝光 当中骂到了很多台 还好没有骂到我们 那一方面再来看到的就是 段宜康又爆料说 有这个饲料牛油 流到正义等七大厂 正义不就是顶心的吗 顶心在刚刚驳斥 观众回来 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的新闻 跟谢罪大王有什么关系 还有跟杨采尼的梁柱 有什么关系 稍微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就跟您讲 早就跟大家说 现在这个强冠 24项加上原来的香猪油 全部25项下架以后 今天会出很多东西 果真就是出了很多东西 像是我们刚刚讲到 头版已经出来的 旺旺未单都中招了 而且乖乖五香乖乖 还有我们说摩斯汉堡当中 企业所做的米汉堡 现在也都出了问题 所以全部都要下架 不过我们在看到 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官员 表达任何负责任的态度 负责是什么 你负责就要谢罪 我以前在年代晚报里 常常讲到 以前我们的官员 风骨很好 可是自从八八风灾以后 全部变了掉 八八风灾里面 他说哪个父亲节不吃饭 哪个地方去理个头又如何 可是以前我记得 那个时候的官员 我小时候的那个官员 出了什么事情 就是立刻下台负责 不需要人家讲的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 你知道我们台湾现在 很多人就担心说 因为政府给22K 所以很多人要去考高普考 因为想当公务员 也曾经有一个 社会学的调查说 当一个国家的人 都想当公务员的 这个国家就走向衰弱 我们希望我们台湾 不是这样子 我不断的告诉我 阿基斯说台湾还是很美好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高普考 高普考呢 录取创新高 可是你知道这新高 也不过是7%而已 相对于此 大家心中就想到 连胜文的广告 今天被很多人哭首 因为这个广告 虽然有创意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 负面自酸文宣 大家说你实在弄得很奇怪 你先看到高普考 为什么马上要公布的高普考 高考三级跟普考 第一次增列名额是4000多人 第二次增列名额 加起来是1000多人 有需要用到的名额 你看高考的部分是3777 那普考的部分是2400多 加起来是6000多 所以你11万人报考 然后你需要6000多 你当然很难 当然到考率是不是百分之百 大概加起来8万人 录取来讲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高考三级 大概录取是9.34% 然后普考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5.48% 我们看这个数字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抢着高普考 现在补习班都在补这个 高考你出来月薪有4万2 你普考出来也有3万5 总是比22k好 就是大家说日子苦哈哈 我拼了命就是要当公务员 这是一个社会当中 政府应该要来正视的问题 然后你当了公务员 你就进去爽歪歪 是这样子吗 那最近有一个话题 大家就说我还是强调 连胜文家里有钱不是他的罪 可是他为什么要用这样子 做一个负面的广告来做自己 我完全是不懂 你看他广告当中 他就讲说如果你有钱 如何如何 马上我广告PTT网友就搞二搞剪辑 他要当一个市长 或者说他要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或者是说他不要当连胜文 好这样的一个内容 结果有一个网友 洛冠华就说 广告中所说的发财梦 连胜文哪件事情没做过 以前在夜店出手多阔气 一口气点三五十杯的B52 B52是一种小酒对不对 B52轰炸机 那个时候送酒买单刷卡的服务生 就是我啦 他就是有名有姓这样子出来爆料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 如果说呢 现在在台湾 很多地方你经济搞不好 你食安也搞不好 然后呢 你贪官也搞不好 就像李朝青 他大啦啦说 我要回去当县长啊 你怎样啊 那我们就看说 那你监察院废掉算了啊 你弹劾了老半天 那到底我们政府在做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到 如果 为什么我们讲到如果 你可以看这篇文章 就是我们前几天有为大家引用 巴巴风灾 莫拉克风灾很严重 对不对 那个时候CNN访问的时候呢 马总统讲说 如果他们有准备的话 应该早就被撤离 这个如果就是 if they were they should have been evacuated 对不对 那今天就来讲if if是表示什么 if就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我们都希望会发生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你像连胜文一样有钱呢 年代晚报会说 我会买下地宝来盖三兵 因为兵衣馆不够嘛 如果你像马总统一样呢 天天被骂呢 他说我会把 所有的贪官都送到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新疆嘛 再来看到 如果你像金普聪一样 如外传的这么有权的话呢 他说我会取代 搏脚马自己当总统 当然啦 如果 如果我有魔法的话 今天我们就说 如果我有魔法 真的 我想了一下 我希望能够把台湾变成 大家都有钱 都有房子 然后没有毒食 而阿基什 这个如果最确实 他说 如果代言产品有问题 我会下跪道歉 他今天下跪道歉了 我再加一个如果 如果今天我们讲到 十月份的民调 可以来决定 要不要费GMP的话 那我想请问 马总统的民调只有9%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 马总统下台呢 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 江一化要走自己的路 马江之间 传出了心结之说 我们的报道 好 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这个心结之说 如果总统跟行政院长 有心结 这事情也是大条 为什么这样子讲 有两个事件 一个是砍不了 砍不了邱文达 而且马总统砍了 江一化的玉山行 现在心结加深 我们先看到在今天 就是早上9点钟 立法院议场外 媒体就一直问说 邱文达下台吗 邱文达下台吗 江一化不回答 江一化不回答 可是在昨天 今天消息都已经传出来了 露出来 就是要给邱文达打脸 这个江一化 史上扑颗脸最严肃 他在里面 就是这个行政院会当中 他说各单位 不要踢皮球 推诿 应该站在消费者这一方 最严厉的手段 贯彻公权力 而且对于邱文达说 石安这个绿灯说 根本是完全打脸 那当然马英九后来就说 哎呀抓得到 比罚得重 更重要 这什么意思 我真的不懂 反正你就要处理就对了 他是暗批地方没抓到吗 暗挺卫福部 是背黑锅吗 是这样子吗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再来看到 就是今天在立法院 大家就问 罗淑蕾问江一化说 邱文达有没有问题 这是目击者 就说好像就人纸上面说 你问他 这个没有收到声音 这是一个对答 那么当然另一方面 周玉寇 他就在美丽岛电子报 又爆料 他说2016遇事大预测 从江一化玉山登峰 遭马英九腰斩弹起 就说呢 原来那个时候 江一化是要去玉山的 而且在9月9号的时候 还办了一个媒体抽签会 可是为什么到了晚上 参加了台商秋节联谊会呢 晚上10点半的时候 政院就简讯取消玉山行 所以有人就说呢 这当中被劝退的最重要的关键 应该就是马英九 可是呢 江一化是不是要走自己的路 江一化呢 他呢 在今天的立场院的亿万外 他道歉 在里面他也再次的道歉 相照于他的道歉 马总统还是忙着党务去握手 就我们刚刚说 庄志渊他们都不太有人想跟他握手 再来看到昨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呢 是不是换下了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营建署长丁玉群 营建署长丁玉群也有说呢 就是马总统派系 但有人说是郝龙斌派系 但不论如何 丁玉群他曾经承办 马市长任内的远雄大巨断 第三个就是有人爆料说 从建中开始 江一化就是入这个育老的门下 一直在学习帝王心术 那当然到台大也加入了学明学会 他一直念字在字呢 是不是就有这么一个 所谓走向大位的这个内容啊 但不论如何 我们要来看到 今天讲到这一点 今天讲到这一点 要讲到马江心结 我们要切入的有两个人 第一个人呢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邱文达 第二个人就是 怎么会在散电的过程当中 丁玉群下台了 而且是彰显耀的翻版 你看到这是在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的时候 中央社的稿子 就是因为健康因素 已经是转任了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关键就在于 关键就在于是 丁玉群他昨天晚上是关机的 9点45分的时候 是政院才来证实的 那所以我们就说呢 在这里面 丁玉群他过去算是好龙兵的人嘛 他也算是帮马总统服务过 那所以这里面是江仪化 要用自己的人吗 当时江仪化你记得吗 他要用的是张衡的弟弟嘛 那现在呢 丁玉群当时上来的时候 接叶士文 闭岸残身的叶士文 是李红元来把他挺上来的嘛 可是今天年代表讲 不管是换谁 换谁 年代表觉得无法接受 我不是针对曾大仁 我不认识他 但是我们是针对这个事情嘛 曾大仁他是曾经是担任 高速公路局的局长 他也后来又接到 这个铁工局局长 因为他ETC被骂翻天 我刚刚就说ETC被骂翻天 骂到臭头 做到这么烂 而且有人给他一个title 就是说你根本就是卖掉 我们高速公路的帮凶 当然我说他也不是最大咖啦 毛治国也算啦 从毛治国开始 对不对 他是当这个交流部长 然后又当这个行政院副院长 就是把整个国道高速公路 卖给财团嘛 现在他要来接我们的营建署长 难不成还要卖掉我们的土地啊 这样子好吗 我们看看 今天江一华的沉痛歉意 我希望江一华院长要知道啊 注意一下 大仁哥会不会 营建署耶 营建署是多大的事情啊 我们的报导 我在这里也要代表 整个政府向我们所有的国人 表达沉痛的歉意 实案风暴延烧 逼得江一华 清上火线灭火 本人愿意在此代表政府 向全体国人表达沉痛的歉意 道歉一次还不够 江回加码鞠躬弯腰 身段放超低 还是躲不过这个问题 就责的部分多久时间 等到这个事件处理告一段落的时候 责任归属以及就责的部分 我们就会做出明快的决定 海胸脯挂保证一定有人负责 说的是这个人吗 快闪不回应 但其实早在前一天的院会上 江一华就不给邱文达好脸色看 跟不了情面 直接点名 卫福部不要推卸责任 急得邱文达赶紧出招 12点以前 就主动的各厂商 可能必须主动的通知卫生局 并立即下架回收 或者将于本于严查重罚的原则 那么开罚300万 定下实现寄出罚则 邱文达亲上火线灭火 想保住头顶的乌纱帽 就看老板买不买单 接下来期到海城SNG小组 台北报道 有人就说真的要保官位 所有的动作都出得来 我今天看到这个简讯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原来邱文达 他为立法委员的服务 Service做得知好 他不断的传简讯给人家 而且当中有这个私密简讯 被曝光 为什么说私密 他批到了政治人物之外 他还批到了媒体 你可以看到狂发简讯保官位 搜掉的官场现行计 他发给所谓的廖姓的立委 是廖国栋吗 还是廖某某 可是我们看到 他说蓝绿立委都有拿到了 这里面 9月8号他发什么 来我们著名一点 他就讲说 此次劣质的油品事件 过程没有进入食物链 追查结果 没有违规油品进入大陆 然后地文达尽上 好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你再来看到的 就是9月9号 礼拜二 哇这个就精彩了 他推什么 他说 诶平通县府要重放 蔡英文是否要道歉 不可以让蔡英文 曹启宏躲在背后凉快 而且怪媒体 她说媒体不请国民党 媒体丢给民进党 丢个乒乓球 他们就可以变成大铁球 把国民党活活砸死 而且批位战 明明丢给他大篮球 议员把他立委给打成乒乓球 你把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编辑 他很可爱 他把那个媒体的字给隐晦掉 不过那个媒体里面 他讲了什么 他讲的就是三明治 他讲的就是自由 他讲的就是说这个民事 然后又讲三例 而且例还用一例两例的例 表示是非常之不屑 可是我们来看到 在这里面 蔡黄狼就说 他边哪有这个资格 坐在卫福部的位置上面 然后呢费洪泰就说 他不是眷恋官位的人 他是做事的人 不是眷恋官位 你就下台啊 但是大家就说你看看 这个五毒不清啊 五毒不清是什么 从一开始到现在多少年来 先是2011年的塑化剂 2012年的瘦肉精 2013年的大桶油 然后毒淀粉 现在又是收水油 你完全都没问题 这就是什么 时报周刊有什么 时报周刊就讲说 邱文达官位难保 我们希望这是如果 希望是如此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话 你在坐在那里 我们实在觉得难以想象 难以接受 但是马总统呢 是不是还是一样 很算是纵容他 我们要讲纵容他 因为时安的问题做不好 你不可能只有换下面的人 你头头要换掉 一把粽子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嘛 你可以看到马总统今天 他干嘛 他去这个正旗 高雄左营 仁川代表队 那现场大家就握手 结果呢有人就说 庄志渊没办法 林加菜金 私底下跟记者说 我不是很想握啦 但是大家说 有实力的人才敢去握啦 握握 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 要不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过去来讲 王建民 谢淑薇 曾雅妮都跟他握手过 他们就说握手过 就沉积爆点 这不是我们讲 这是网友讲的 不过他今天在党部还有接见青年团的总团长 所以在这里面的会面当中 大家就说呢 真的是青年不容易啊 他一直讲青年 一直讲青年 那我想问的是说 你的青年在哪里 你如果李朝青还要回来 你的青年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到 马总统在这整个的石油的 这个食用油的这个部分 搜油的部分 他一开始是推给地方啊 就后来人家就爆出来说 你国民党中央有问题啊 那个时候的高雄县长是杨秋星啊 就算只剩下不到十天左右就要交接了 也是杨秋星啊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我们看马总统的说法 有一些业务地方应该负责任 但是中央应该支援 这是种分工合作的方式 地方应该负责任 但是中央应该支援 好我们来告诉大家 中央应该支援这句话就对了 我们跟大家来看到 今天最新的发展 最新的发展呢 就是旺旺未宰都种了 你看一下旺旺 这个是未丹 未丹呢 他是在杀戮场这个地方 未丹是泡面 种了 然后再移过来 这个地方有旺旺的卷心酥 还好不是我爱吃的那个鲜肺 他说已经都下架了 还有罗东的义丰葱油饼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呢 再往下 这个地方黑桥牌 黑桥牌的大热狗面衣 就外面那层好像面包的那个面衣啦 还有小七的三鲜烧卖也是中了 五木拉面的精致猪油用到也是中了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说 也用到强罐油 你看乖乖 五香乖乖啦 孔雀香酥脆啦 摩斯汉堡 摩斯伯格当中的米汉堡啦 还有桥麦屋啦 另外还有一个新发展 就是今天段怡康的爆料 爆料真是扯到鼎心耶 你可以看到他鼎心 后来鼎心是否认 他说像这七大油厂 你们进的这个牛油到底怎么回事呢 他开记者会 他说这里面呢 就是包括禁威禁饲料油 然后这里有七大油厂 我们请摄影大哥尊命一点 包括正义议会 永城禁威 福寿台荣跟威祥 那你可以看到正义这当中 有六百吨是最多 那就说正义 他说职产食用油 为什么你要禁饲料用油呢 卫生局就要来查 当然我们知道呢 这个正义当中 他下面很大宗的 市占最大的 就是他的香猪油 当然的保树灾是廖骏来代言的 可是你看今天呢 鼎心就回答了 鼎心他最新的回答是什么 他说正义公司旗下 都是生产食品 他不会做这样的事 而且呢 他今天生产的内容当中 他说他们进口的呢 就是所谓的人食用的这个食品 好讲到这个我们要讲 刚刚好我们就讲说 梁柱对不对 大烂戏的梁柱 谁演的呢 就是邱文达 跟这个叶文祥演的 这里面呢 你说像不像 这个就是梁柱 梁柱的歌词 不要叫我唱 当然我会唱 什么 我为你泪盈盈盈 忠孝痛苦到天明 我为你喊 你看像不像 他们说的说法 over了没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进广告 回来看 阿基斯今天 人家可是下跪了呢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现场 我们跟大家补充几个消息 就是叶文祥刚刚被约谈 他已经被改列被告 还有呢就是摩斯汉堡 他们说不是米汉堡 是他们里面的那个咖喱酱 是有问题的 现在都已经下架了 但是现在我们要等待的 就是我们的江院长 请问他们什么时候 这些人可以下台呢 我们稍后回来